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他对刘强东本身指控的三项 再把同样的三项指控到京东身上 实际上按照明示诉讼的程序 他这个女方已经跟这个男方 刘强东一方进步了交涉 他现在提交的这份起诉书 最早就已经交到了刘强东手上了 他们双方因为他这份起诉书交到刘强东 他们手上他们只有 有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回应 所以刘强东那一方肯定早就已经回应过了 告诉他我们不同意 而且他们对方已经有反诉 所以双方达成协议 女方现在才进行立案 这是正式的立案 不立案之前双方可以讨论 那么所有的这些信息都不会公布 你立案了以后 你看像包括他这个人的名字 大家都知道了 大概五六月份可能要开第一庭